早上好,我非常欢迎你们的历史理想大力达求您感谢您的宝费邮 好,待会在这个东方的航程,我会简单的为教律来做个导演介绍 好,不过就是说,我教律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随时就会来向我说把握 首先,我说有这条地球传续问题来介绍 好,这条地球传续问题来介绍 好,这条地球传续问题来介绍 好,这条地球传续问题,我包含手部的塘道 水深,一年四季打卖平均会在20公分 我们英文的水源,都是从我们的中央山脉 以及来在上面移进下来的三泉省 所以也非常引导出,打造出我们台湾版威尼斯的情境 是我们全台湾独立以二等人工运河 这条就是我们人工挖掘打造出来的 好,这条地球传续问题来介绍 好,来到旅想大地成就房和游瓶是我们半天最大最大的特色 不管你们选择白天来搭乘 或者是在傍晚晚上以后来搭 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更为 白天地正式的拍照 是像我们半天的风景变足物 晚上就是体验神光的气氛 通常都会带点浪漫的感觉 有机会家便都可以选择在不同时段 再来另外公买层,接搭乘来做体验 好,在我们这条硬屈和发辆车 家定会看到的建筑物都是我们半天的客房、房间 我们总共有235间房 最小屏至少15屏 最大的就是我们的总套,总总套房 好,家定要仔细看 其实我们每一间房间的阳台 也都是面向我们这条旅客 所以我们每一间房间 它看出去的view、风景、视野角度 都不同 所拍出来的景色也会截然不同 这也是我们理想大地的另外一种特色 一个阳台实际上也就是代表的一间房间 在我们圆圈里面 大大小小的桥梁加起来就有16座桥 层层只会通过其中的7座 好的,我们穿船前方的这一座 是拱形弧度最小最窄 或也是层次最难进入通过的叫做西线桥 是用我们的火头砖 红砖快一快西线出来的 好,我们也在两个行程中 会陆续在通过其他售桥梁 也会另外一个叫为虾兵来介绍 好,在我们的半天建筑 所有风格特色都是采用西班牙的高地次建筑 也融合了一些本镇花莲在地当地的原色美景 也刻意避开一些零零嚼嚼 让我们的视觉 视野上看起来都会比较舒适 所以我们看上去都是用一些弧形的曲线 好,在右手边呢 这个二号码头就是我们总套的专属码头 如果在这里很夸八万八来就出我们总统套房 我们就会在这边准备一小专属的厂来接待你们 然后还会有24小时的管家、私人主厨 这不能开心吗? 你说我们的饭店园区里面吗? 这里 这边吗? 你说河道这里? 外面可以啊,可以啊 要坐我们的高尔夫球车 一般的轿车是不能进来我们园区的 对,谢谢 对 好,这边是我们运营华的运营 最伟大的 这边也是我们四年最棒的地方 各位,没有什么高大的建筑物 目前半天是规划成一个小小的自然生态区 所以在这里呢 偶尔也都会看到一些鸟 会飞来这边做栖息还有栗息 好,今天最好也在这边为你们介绍两座山脉 在我左手边会看到的叫做海岸山脉 因为这个海岸山脉又是太平洋 在我右手边看到非常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护国神山中央山脉 这两座山之间叫做花东正午 理想大地就刚好坐落在这两周三之间 我们半天的总占地面积就占了250公顷 目前还没有全部开发完了 只开发五分之一 如果嘉宾有兴趣在我们园区散步走走 可以看到园区里面有非常多尊的大理石雕像 这些纯白色的大理石都是来自意大利的卡拉拉山 它也是依照我们希腊神话故事中的能物造型 带起国外的雕刻师雕刻而成 园区里面就将近有60帧 如果嘉宾有去过台南的奇梅博物馆那边的大理石雕像 就是给我们半天用相同产地的 接下来在我右手边要通过的这座桥的桥身两面 可以看到的三种颜色 它分别是用三种不同的酒瓶打碎品贴出来的 左边的绿色是用海里根 中间的蓝色是用土特加 在我右手边的咖啡色是用的台湾品酒 日语用这三种颜色很简单 就是在我们花面的山、海跟石头 所以这座桥都叫做山海桥 山海桥也是我晚上非常漂亮的一座桥梁 有一个下面的意思 包括山海桥在桥中前当的是我们漫电影的经典桥梁 这座桥是仿造一部美国电影里面的场景 这部电影在1995年上映的叫做麦迪逊 麦迪逊之桥也是我们运河七座桥梁中 它位于是有屋地 里头的两侧有设计乘坐椅 我们可以让家庭在我们园区散步走累了 逛累了 都可以选择在这座桥来引游休息 这边可以说冬到夏了 非常的舒适 好 担电16座让我们搭船只会通过启动的旗舟 旗舟 所以我们的设计就是这样 有些桥梁和桥全部可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我们刚刚是从左边出来往右手边通过的 所以我们已经把大岛的园区整个绕完一圈了 现在我们要准备往启和弹店的另外一个小岛区 前方中间这一座银河就是我们刚刚有重复通过的航道 包括这座桥梁也是 其实这座桥里面最宽大的 我们都重复通过的 现在吗 有重复的外通过两座 那我们要有两座 好 这家还有两座 前面还有一个是单位也是重复通过的 好 前面来说我们整个行程的路线就是画一个 非常细细的阿拉伯数字八 然后就是对画一个八路线 左边的底方向部部是我们中岛区的特色 因为底方向部是我们中岛区的特色 因为底方向部是我们中岛区的特色 所以我们幻见 就是把最大的特色的特色 也就是用去旁边 好 现在通过的也是我们刚刚有重复通过的桥梁 就是叫做彩虹桥 也是用我们的火头状块和红状块 在实验的 好 那我们的左手边就是我们刚乘船搭船出发的码头 六号码头 也是我们的带店目前唯一开放的 至于其他的码头有平靠船 是因为我们船在充电 我们的旁边的船呢 我们的安静也要防防 好 好 在完成到前方向部的古墩 甚至在铁加是我们整个行程中 也就是最后一个通过的第七座桥 它本身也是用我们的站地 立场大地第一座先是建建造出来的 用我们的断铁做铁打造重量有15公吨重 好 在我们立场大地的官网上面 是最常看到这座桥的中铁 叫做林区桥 好 我们温区桥也慢慢进入我们的小岛咯 好 好 我们小岛其实不是前方中间 这块啊 它是位在瀑布的上方 那因为这边的地位是比较高 所以全地就没有帮你到赶海往上 好 这边简单位干一介绍 好 那我们右前方瀑布的正上方 会看到一个黄色圆球的镂空间屋 好 它就是我们在天最浪漫的正昏坎 好 那我们小岛去了 其实好像不少都已经昏山大石了 好 这边最后就是我们 我们水源的鸿豪 海鸡狗蛋 为你们介绍在我们的手里面 最多大吗 就是中央坎 水源就是小鸡瓶子之下 然后它帮给到我们的大棉群 而且总裸水不是食水 好 也就是我们用的80% 也都是三圈水 好 那待会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工资谷服务中心那边 租借我们的电动车自行车 好 这些也可以起程三次 把我们也去整个其软一圈 我们的小鸡 也都非常适合拆盖来取景 好 我的游泳前方这一栋 是十九栋 也是各位嘉宾今天用早餐的地方 它是一个西式餐厅 叫鱼雅餐厅 我们观看 从细为欧式蜘蛛室 在我们这条硬石河里面 有非常多种的鱼 其中一种鱼最大吃的叫鱼雅 它的气息地就是在我们船 这个区块 6号跟7号这个区块 那边就是鱼雅的地方 然后这边的鱼比较幸福 我们不要起来吃他们的 或是单纯的朋友 我们家里也想要体验鱼 我们公亲的服务中心那边可以寄居 我们的钓盖 这很不好做 它只是做一个体验而已 钓盖的也是要共同当毁 因为那个鱼雅 然后鱼雅都钓了 是蛮严的 这一路的吗 好 那我们家里的航程呢 只要在这里到一个站 我们准备要去马头 来回消船前 比较精心检台 叫自己的全生物 这样子会比较遥控 我们慢慢来 在这里为鱼雅炒拌天 来自带着我们六位蝦咪 祝你们有个愉快美好的价值 谢谢 谢谢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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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